財委會現在開始 我們再觸一個人數 就是今天的會議會舉行一節的會議 是直至到5點鐘 就着議程的項目方面 由於2014年撥款條例草案未通過 我們今天是不會處理項目1、項目3以及項目7的建議 照過去一樣 金錢利益方面我提醒委員 假如委員就着今天會議處理的事宜 是有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話 請委員按照議事規則第83A條的規定 在就事宜發言之前披露有關利益性質 我亦請委員注意議事規則第84條 有關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況下的表決規定 現在是討論項目2的FCR 撥款2014至15 撥款2的項目 處理一份文件是項目2的FCR 撥款2014至15撥款2 文件內的是PWSC 撥款2013至14撥款38號文件 這份文件建議是將747CL號的工程計劃的一部分 提升為甲級 按付款當日價格計算 估計所需費用為3億4080萬元 是就著股東北新發展區及粉嶺北新發展區的前期地盤平整 以及基建設施工程進行詳細設計及工地的勘察 委員會在5月2日就著這份文件也展開了討論 今日列席解答委員問題的有財務委員會以下有關的官員 發展局副局長馬兆祥先生 發展局首席助理秘書長陳進鋒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處新界西及北拓展處處長王冥韜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處處長鄧偉亮先生 土木工程拓展處總工程師羅文添先生 規劃處助理處長胡潔貞女士 以及社會福利處助理處長李遠華女士 就著陳偉業議員在5月14日致函本人 想在今天的會議上按財務委員會的會議程序 第13段動議要求委員會決定在本人 不能再討論此項議程項目時主持會議 秘書處在5月15日將有關的議案內容分發給各位委員參與 我想重申 我在5月2日的財務委員會會議上面 已經清楚地指出 我已詳細考慮過議事規則第83A和84條 就有關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的披露和表決規定 我確信本人在這項議程當中的項目上面 並沒有任何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 因此沒有任何利益需要披露 我亦在上次的財務委員會上指出 我是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其中一名獨立非洲行董事 數碼通電訊是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其中一間附屬公司 我並沒有任何資料顯示數碼通電訊可在政府當局 而在新界東北發展的項目取得任何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 我亦沒有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在新界東北地區發展計劃或業務的資料 即使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在新界東北發展區有發展計劃 我亦看不到數碼通電訊可以透過實施有關的工程項目 而從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去獲得任何直接或間接金錢利益 此外作為財務委員會主席 按照財委會議事程序第45段規定 本人不得參與任何議程項目表決 即使在這項議程中的表決 當到贊成和管對票相等的情況下 需要由我作決定性表決的話 我所作的決定 亦不得使到代決議題獲得半數贊成票 而得以通過 即是我是一個相反的投票 本人認為 在委員會討論這個議程項目時候 由我繼續主持這個會議是並無不可 目前議事規則並無任何規則禁止任何委員會主席 在他的會議所審議的事宜當中 有金錢利益或角色衝突的情況下主持會議 但又鑑於陳委業議員提出議案 要求委員會決定本人能否在討論這個議程項目時候主持會議 我會將議題交付給委員會作為處理 若議案獲得通過的話 相關這個項目的會議將由副主席繼續主持 現在我會先請陳委業議員提出動議 並就議案發言 我亦都安排了有關的發言之後 等陳議員發言之後 我會邀請其他委員都會有機會做一次發言 限時三分鐘 我會在委員發言之後再邀請陳委業議員 做一個總結的兩分鐘 然後就會付出表決 整個安排就是這樣 我會想看 我會想說 感谢观看